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 2022年群群逐落第七赛季 八进四的一个淘汰赛 观点方式屈服孔庙 十方无敌 观点方式一水雪山 任性的 双方都是上了一个相同的阵容 盘斯武装 石头神木 对面是龙阵 小克风阵 5% 咱们看一下这场比赛 谁能拿下 现在是一个风天界 观点方石头被压倒在地 没有漫天 没有漫天 不过现在 话说回来 飘漫天 他们确实也不怎么飘 观点方水清 保一手石头领的变身 对象方是拿到的 一个风系的一次数 观点方是二三 一次打二三的话 对象方稍有优势 稍有优势 不过对面 毕竟有一把龙阵的小克 最起码龙三位的伤害 可能会比较的吓人 观点方有罗汉 对象方龙三位 也能秒到一个一千二左右 已经很高了 有罗汉能秒到一千多 已经非常的高了 你要知道 他们这些豪门 现在基本都是带法防灵式的 你还有罗汉 赶紧把队长方 神木灵套进去 凌员推手 对面明明有医素 但是这个封印节奏 却在观点方的手里 一把金钦 观点方这边 也不去守 对面石头领得尸体了 是不是想给石头来一手 封杀呀 主要是看盘斯 对面没封中 观点方这些 乾坤套化生涩 盘斯去套一下石头 这回可以去杀对面石头了 上回合不杀 这回合有机会去封杀 那这样就更舒服了 化生死也没套中 石头领直接起飞 应该是可以飞到石头的 有一个法防帮着扛伤害 最后一刀 差不多应该可以飞到 石头领的身上 还有一个一号位 没飞到 对面一号位也是一个配素 神木灵是点的石头领秒的 宝宝也跟了 上回合不杀 果然是为了这回合的封杀 对面盘斯是选择了幻境术 选择了加光灰 没有来控制观点方的石头 落花成尼再控一下 这么打下去 对面这个伊索拿的还挺尴尬的 石头如果守得比较稳的话 观点方随时可能去压 对面的武装怪 毕竟观点方没伊索 我们没伊索 还是要压一下伊索的 再来一把金钦 还是继续守住石头领的尸体 这样的话 对面石头他永远状态叠加不起来 他那个伤害就永远上不来 观点方石头现在 看一下转印的层数 四层的转印 有这样令旗 又有金钢 对面方现在石头连金钢也没有 这样令旗也没有 你就像观点方这边还有神器 就这个 第一个 四魂尺 四层狂战 这个加 240点的伤害 对面方也没有 对面方是四魂尺两层的伤害 但是等他站起来的时候就没有了 站起来的时候就没有了 这个东西 石头被压倒在地以后 就会消失的 石头的神器 每一层是可以加到60点的伤害 每一层能加到60点的伤害 倒地以后 这个效果消除 最高是叠加四层 也就是240点 这个伤害加成也相当的恐怖了 你就拿太阳石来算的话 240点的伤害相当于是30段的太阳石呀 那个效果是非常的明显 他们现在点经脉 都点的是肝胆的经脉 不点死地的经脉 点的是肝胆的经脉 点肝胆经脉的话 所以说这个伤害永远补不回来 恶宝 接着手势 对面是托克太惨 对面化生死也是比较忙 落花车尼再控盘斯 盘斯先控对面神木 所以两方向内有风隙的一三所了 关注方这边是风隙的二四所 一三的二四那就是超大的优势 就最起码是在风隙这个方面是有超大优势 一四打二三 一般优势 一般优势 一三打二四绝对的优势 那这样 关注方直接换地跳 嗨一嗨宝宝 也只能是嗨一嗨宝宝 罗汉结束 只能扔一手 石头这回合休息 武装人无魂 盘斯加战力 反正盘斯啥也干不了 头上有落花成年 只能扔灵宝 杜劫精神宝一下 难道这地厅有东西 石头是选择的阴击 杜劫精神还没有破 贴了一下保护 损失了一个法防 先离加上 偶尽地厅比神木的速度还慢 但是就加了一个战敌的话 好像 对面 对面龙三位 伤害是有些吓人的 关着玩笑 扁着宝宝来 五千九 鸟不太动 鸟宝宝很疼 鸟人物鸟不动 他毕竟就加了一个战敌 虽然速度比较慢 但战敌还是太少 还是太少 神木再给加一个 就不一样 不过有的时候 他不敢用神木去加 你虽然这种地厅的速度 配的特别的合适 但是 梦幻他毕竟有一个乱命的现象在里边 你万一神木没有这个地厅速度快 这战敌加的还挺尴尬的 你不光损失了神木的伤害 还损失了神木的战力 现在本身取虎这边有优势 就稳扎稳打 该秒秒 该飞飞就可以了 对两方现在想挽回这个局面 只能是依赖他的这么一个风险的因素 就是依靠他风险的速度 去解决这个问题 物理速度毕竟在冠状房的手里 那冠状房封着 风头位 他是有5%的速度加成的 一把金轻 化生死 再活一口 感觉队长房缓过这口尖了 地厅 出一出 飞掉 两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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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九 石坡先变身 风卷残云还是针对石坡 这孩子 给石坡出手的机会吧 孩子没了 哎呦 善暴 给了石坡的机会 观众方下回合可以给静鸟 对象方是可以来控制一下观众方的盘斯的 控制一下盘斯吧 静鸟给上 那就难受了 对象方选择控制武装 但他封不中啊 哎呦 这观众方反套对面武装 盘斯也没有给静鸟 而是把石坡直接封进去水封了 观众方这边还是想封杀石坡 对象方也没有给石坡活血 而是直接补上一手金刚 这把金刚 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补上了 有了金刚以后 这石坡的伤害 哎 明显是伤来了啊 可以的 可惜的就是自己的魔精孩子没了 魔精孩子被青鸟 青三迪 观众方再针对石坡 再倒地 哎 这石坡 就没有好好在场上战那么几回合 又没了 好在是没有被封杀 盘斯水封 对面武装拿个一速老水封的话 心理负担就太重了 你这老封不中人可还行 封系就是这么一个门派 你可能你装备太强了 你该封不中的时候还是封不中 这个玩意儿他不有人啊 越强快你看他 他封不中 你说 打个一速分不中 多尴尬 郭勤老板的武装也是超顶级的武装官 梦幻秀 你谈几率 谈运气 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 之前跟大家说过那个故事 你可能你鉴定了上百万的装备 上万件的装备 你可能一把无几别你都出不来 人家有小伙伴 我不玩梦幻了 我手里恰好有三千万 就收落错号有三千万 我去建立一把 直接就就一把出不几别了 你这梦幻这个运气啊 几率啊 这个事啊 你不用想 没得猜 我去建立 对面在换地亭试图接着被压 诶 对战风干什么呀 局势已经很不明朗了啊 你不能搞这些花里胡哨的 舔过来了 关键时刻舔过来了 宝宝再飞一个 武装罐 可不能自动啊 日月乾坤 你把他给我封进来 可以 谁家孩子天天哭呀 终于是封中了 来 进来 可以 关键方有没有保出手 还差一把金刚 先补上 但是关键方选择了破雪 没有去飞 局府这边不上当 孩子再飞一个 再这么打下去 对着方的药 药吃不消了 太飞药了 这石坡呀 太惨了 对面这个石坡里 实在是太惨了 疯狂阴剑 疯狂阳采云 疯狂阳掺云 现在大家公认的 四个最强的服务器 珍宝鱼岛 取狐雪山 这个东西 没想到这回群雄逐鹿 正好把他们两两分一组了 珍宝大鱼岛 屈服打雪山 现在就是雪山 就是虽然名气 或者是硬件已经上去了 缺少的一个成绩的支撑 就目前雪山 还没有拿过冠军 不管是群雄的 还是吴神涵的 好像哪个也没拿过 那冠军你拿的再 亚军你拿的再多 也没法跟一个冠军去比 剩下的人家这三个服务器 今年的成绩都不错 屈服也是两关 鱼岛也是两关 宝格是三关 好像是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但是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印象 说五神谈 而且三个服务器 好像都拿过群雄主路的冠军 今年都拿了群雄主路的冠军 所以说 人家这三个服务器 最起码有成绩在这支撑了 雪山现在 就差冠军 就差冠军 对面被封的太惨了 拿了个音速 被观众方封的好惨 对面磐斯已经没宝宝了 磐斯没宝宝了 你看他分不中 你看对面的武装怪 他分不中的 刚才说过 勾勤他那个装备也是超级顶尖的装备 花生死继继继继续火 落花成泥 继续控武装 这两方终于是风中了 拉起石头 接着飞呗 火雪狂攻 再亲孩子 对面接着飞 这药啊 也跟不上 对面防 所有的药 都是各位说 花生死 就剩下四个药了 磐斯手里又没宝宝了 那相当于磐斯手里 这八个药 也浪费了 也浪费了 对面 打不了了 实在不行 就是靠地听 实在不行 就靠地听 那么那玩意儿 他毕竟 对出一个 这东西 他毕竟是有一个 比较强的 劣势翻盘能力 当然我老说的一句话 就这东西 他毕竟是一个双刃剑 你用好了 可以把自己的劣势 往回拽一拽 你用不好 可能就是越打越略 直接是劣势 就变成崩盘了 就这么个情况 但是以雪山像的这种情况 你稳扎稳打 已经赢不了比赛 稳扎稳打 对面 也得输 也得输 干脆 就出地听 我跟你拼一拼 我拼不赢 无非也是个输吗 我不拼 不还是个输 没区别 拼一拼 还有那么一丝机会 再换 这个地听没打出效果 那就再换地听 一把金钦 落花成你也白给了 石驼直接变身了 关掉风 这边的药品 其实也不多了 但是比对面 还是要多很多的 对面花生死 就剩下四个药了 潘丝的六个药也废了 神木 潘丝的八个药都废了 神木也就剩下五个药 石驼剩下六个药 能跟关掉风比起来 真的差得有一半呀吧 差一半的药品 武装 武装继续盖罗汉 关掉风这边也盖罗汉 石驼接着飞 对面还得接着吃药 关掉风这边也得狂吃药了 也得吃一吃 石驼 再被扣 但是关掉风 石驼 他不吃这一套 他又破血了 就感觉关掉风 看见对面石驼 稳住了 他心里就不开心 他就必须把你的石驼 给你再次摁到再地才行 石驼又被压到了 对面石驼 真的是毫无优戏体 就刚稳住 也没几回合 关掉风再来一把 金轻宝出手 潘思在空神木 石驼接着起飞 爪印 驱逐 这个爪印这回合结束 对面这个爪印就结束了 但是没想到 关掉风飞出去了 又虚伤这把爪印 队长风不换地听 搏一搏了 不搏了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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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章鱼金啊 这个章鱼 这个音效做的事好好听啊 就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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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山河画卷变的啊 山河画卷 梦幻西游三年前啊 的一个资料片 两年前还是三年前 好像是两年前的一个资料片 哎 三年前啊 好像三年前 记不住了啊 那就两三年前的一个资料片 啊 你不换地听 那关掉风就换地听了 给对面来一个最后的打击 再来一把金青 哎呦 这金青好多呀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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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方也想杀掉 关掉风师托 完成 把关掉风师托 压倒在地 但是这两个地听 对面 罗汉结束 幸福二选一 你不会有一个攻的吧 这样另起 给三号位 因为三号位 没有进 进击法报啊 嗯 再加斩笠 幻金术 那给你 不会是个攻的吧 斩笠 再加上 应该不至于的吧 加这么多斩笠 如果是个攻力厅 对这方 可没一个人能扛得住的啊 法的 但对面 盘司的这个幻金术 起的 些微有一些尴尬了 他不挨打 你知道吧 这个盘司他不挨打 秒死化身色 盘司 可以挨打了 对面化身色速度 比盘司快啊 武装也没了 这幻金术 起了个寂寞啊 神木再给归宿地听 来一个 继续观照万象 送走 对面 最后一程 给对面 满上了回家的车票 对面盘司 刚才好尴尬呀 对上方盘司 其实一直都比 化成石速度快的啊 这突然速度慢了 还有点不适应 落花成尼在空 寒清默默 再把神木套进来 化身色 回口 比赛结束 啊 也是恭喜 屈服孔妙 顺利进军 半决赛 半决赛的对手 好像是 灰尺 方球 吸扎老界 好像是啊 我看了一下 刚才 珍宝 好像打的 秦云楼 全火打的 希腊老界 我回头再看一看去 拜拜 拜拜